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推荐两部作品,一部2月7日发售,另一部5月13日发售,女优,左野刊和紫光丽。 女优,左野刊87年出生虽照杯已婚妇女,感觉能从左野刊的身上,看到一些秋舒真的味道,观影效果极佳。 左野刊的身条确实不错,身材修长肌肤紧致颇有味道,虽照杯虽是短板,但是瑕不掩瑜。整体观感还是挺不错的。 女主角左野刊的丈夫是一位医生,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,但是左野刊的丈夫,却是个没有梦想,混吃等死的临时工。 左野刊喜欢当模特,但丈夫却希望左野刊像普通家庭妇女一样,在家里相夫教子,但是左野刊却想坚持梦想,谁曾想。 生活在两个世界绝不会有交集的两个人,熟女与野兽,外表和年龄,均不相称的二人因一件小事,一来二去坠入爱河。 左野刊车子意外坏了,被路过的野兽看到,主动帮助左野刊修理车子。 自此之后二人应该不会再相遇,然而命运,却紧紧地把二人缠绕在一起,左野刊再次遇到野兽,帮野兽找到了丢失的钱包。 左野刊想表示感谢请野兽到家做客。 期间,野兽还帮助左野刊修理了家里的空调,让左野刊更加感谢和欣赏野兽。 试想如果有一个像野兽这样的男人,关怀被置,似乎没有不动心的理由,左野刊本来和丈夫,约好生日的时候一起浪漫,但野兽的出现让左野刊摇摆不定。 陷入挣扎的左野刊,本来还想和丈夫一起啪啪啪,但是丈夫就好像是个摆设一样不中用,想让身体与灵魂得到滋润。 最终,左野刊决定去找野兽共度粮消。 在片中,左野刊看着还是比较主动的,就好似一手独孤九剑,公敌之不可守。 激情过后,野兽也吐了心声,老伴早早地离他而去,寂寞的心虽然不看寂寥,只因二人年龄差距过大想要结束。 可是深陷情网的左野刊,再也不想回头,二人陷入无尽的沉沦,翻载评分4.5,个人感觉4.2分左右。 推荐理由,左野刊完美淑女气质,展现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生命成可贵,爱情价更高,或许这就是左野刊的爱情观。 接下来,再来带大家欣赏一部新作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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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